一般普通青少年讀书都是主流学校 但最后真的要来到群育学校这类特殊学校 应该都是在教育制度中中学阶段最后一站 所以变成基本堂是包底 名外陪立中心是一间政府资助的群育学校 校址位于清水湾道 创办超过60年 社会普遍对于群育学校的认识 都一知半解 究竟哪一类型的学生会在读书 甚至住在这里呢 其实近年大部分都是在主流学校读书有困难 可能现在越来越多是因为家庭的照顾 比较薄弱 他们在学校读书可能有些程度不到 可能在群体里面又适应不了 所以需要来 至于一直说这些学生可能都有刚才你说的情况 可能牵涉到一些毒品 或者有些所谓打架的行为 其实现在普遍社会 都很多这些问题出现 不过你说的 有些比较上可以是普通学校都处理得到 那就继续在普通学校 姚院长在28年前成为专业社工 入社署和做陪立中心的院长 他选了后者 过去那28年 他陪着一帮青少年 一起面对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重困难 有青少年的问题就没有什么问题的青少年 反正我们应该面对青少年面对的问题 多于他们当他们是问题青少年 我们会看成人等于你有伤风感冒 人人都有机会 加上这些问题其实是经过一个过程 和他的成长是可以克服得到的 他真的不比于说一些 真是天生与生俱来 已经有先天的一些缺陷 比如刚才说中度弱 或者弱能弱智的朋友 他那种的障碍可能是一生 经过社会给他有机会教育 或者其他的训练 令他的能力稍为可以提高一点 其实我们都要服务 四个字的目标 回归主流 我们一开始要离的时候 我已经计划如何帮他走 这班在院长心目中 只是患了伤风感冒的学生 总会离开中心 离开之后 不代表关系就敢断绝 因为真正医好他们的药 是彼此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首先他们一般离开这里的时候 第一年我们是义务地继续跟进 我们为什么说义务呢 因为责任上我们可以不用 但基于我们对服务的认同 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么稳定的关系 其实跟这班青少年工作 真的有用的工具是关系的 你要真正给他一种影响力 他才能在心底里改变自己 所以我们觉得这份关系很珍贵 我们不觉得他结束之后 就好像大家分开了就算 这个是其中一种 我们会一年跟进的 在人生路上 如果我们在这里为他加点油 和他重新研点他心里的火种 我觉得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责任 我们就告诉他千万不要关系这点火 可能对以前没有什么希望 但来到这里 我们希望让他看到人生还有盼望 起码我们的服务还会继续 我说一天陪立在这里 一天你们都可以随时回来 人生道路上 有人会走得容易一些 有人会走得辛苦一些 但就算多辛苦都好 最重要是有人陪你一起走 其实我想让每个学生知道 首先每个人都是很可爱的 上天你信不信有主宰也不要紧 但是生命不是偶然的 首先一定是你父母的伤害 才令到我们在这个世界 你已经知道这个世界 有人是这么爱你的了 所以第一要自爱 真是好好地去珍惜自己 在学生最困难的时候 姚苑长都没有打算放弃他们 我们又怎样可以这么容易放弃自己呢 你说是吗 中文字幕由于更加以赞 わか砍 中文字幕由于更加生存 决明 用 、